主席各位同仁,請這個保護部的次長跟調查局王副局長 次長跟王副局長 三位也好 張高平發布通緝了沒有 民國幾年幾月的時候發布通緝 張高平 發布通緝了 來,按一下 發布通緝的時間是在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號 十二月二十七號發布通緝了 這個是警政署的通緝令追追追的一個網站 為什麼上面的通緝犯查不到張高平的名字 這為什麼查不到 你們不是發布通緝嗎 那這個不是要犯協寫專刊 或者是刑事追擊裡面追擊的對象嗎 他不是貪讀案被起訴通緝嗎 為什麼這個查不到 警政署 這個為什麼查不到 來,署長,那個副署長 副署長還是保護部 到目前為止,這個保護部通緝是你今天在委員會報告大家才知道啊 那警政署知不知道他被通緝,知不知道 副署長知不知道,來 調查局知不知道你知道嘛對不對 保護部知不知道 我們 好 來,副署長你要講是不是,來,保護人 這個保護人,因為在這個通緝的發布啊 在整個這個檢察機關辦理通緝案件陰形注意事項裡面啊 通緝 通緝書啊,正本是送給內政部警政署以外 副本是操縱被告受刑人護棄所在地的縣市警察局 還有被害人 所以本局從來沒有接獲到通緝書 因為通緝書也從來不會給 那警政署知不知道,來,警政署討論那麼久 知不知道嗎 來,副署長 警政署是警針對我們偵辦的案件 對啊,他不知道,不是要通報嗎 不是要通報警政署嗎 那警政署都不知道啊,保護部 來,移民署上來,移民署 報告委員,事實上我們 通緝啊,都會把這個通緝書給警察機關 但是,我這樣說明了 我不曉得了解警政署的這個要犯那個查契的那個資料啊 是怎麼樣來形成啊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的話 因為他可能是他移送的 他認為重要的這個人犯 他才上這個,他的裝寬上面 因為我們通緝犯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不是把所有的通緝 這個,這個,這個,次長 這個是社會重大的矚目案件 這國安密葬案 這個全台灣的人大家都相當關心 結果重要的逃犯 你在行政,這個警政署的這個查契專刊 或者是刑案追記裡面 網站裡面都查不到張高平的名字 但是報告委員,對不對 在法務部調查局的這個系統裡面是有 那,這個,好啊 調查局的系統,你要調查局的系統 你自己回去查查看啊 調查局,法務部,逃犯線上查詢信統 有沒有張高平的名字 有沒有 他是,欸 有沒有嘛 最近才要列入 最近才要列入,還沒列入對不對 是 列入了沒有 報告委員,因為本局從,不了解他是不是被通緝 因為法院也沒有通緝 本局不了解被通緝 法務部說啦,我發個文給警政署 警政署說沒有,這個他們也不知道 查機專刊上面啊,這個或者是相關網站查查也沒有 調查局的查詢也沒有 各位,報委員,我在跟您做個補充報告 在我們立案偵查,一直到 檢方起訴的這段期間 張高平先生 都沒有這個,潛逃的一個狀況 因為他,到了檢方來傳訊他的時候 他還是,還是到 到,到,到起訴的時候還不知道啊 到起訴的時候他沒有 你還不知道啊 到沒有,到沒有,到沒有,到沒有那個 到沒有那個,我們那個沒有一個潛逃的一個狀況 市長 這個就是縱容 這個就是包庇的 你發布通緝 這個是社會主務案件 國安密障案 結果人就這樣讓他跑掉 警政署也不知道 調查局也不知道 移民署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什麼時候知道發布通緝 知不知道 移民署知不知道 來,換移民署 知不知道 報告委員,這個,儘管的類管啊 當然一定的程序嘛 你知不知道,調查局 到那個移民署知不知道 聞來以後我們直接上網 當然我們 看不到那是 那是 他經過機場港口的時候 跳出來我們就會把它處理掉 所以 這一個部分 有沒有查集專刊 保護部也沒有特別知會 我們移民署也沒有嘛 對不對 就例行的這種作業程序 是 這個移民署嘛 好啊,那這個署長你先不要走 張紀平 那張高平 這個 這個 移民署 張高平 他的 加拿大護照 英文名字叫什麼 我看到那個資料 但是我現在不肯定 但是 不肯定 他的資料裡面是有 有這個資料 但是呢 在那個機場 的 查驗電腦資料裡面 並沒有發現這樣的名字 有出境 他的英文護照的名字 你有看過 但是你不知道 我現在忘掉了 對不對 市長你知不知道 市長 我不知道 因為他護照的名字 我不會 我不會看到 那個副局長 來調查局 副局長 我們在偵訊的過程裡面 我們有 我們知道他是 到86年他移民加拿大 對 但是在裡面的 我們移送書裡面 我們也在這個 詢問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跟檢方提過了 他有移民加拿大 他的這個住處 我們也在移送書裡面都有 裡面有沒有加拿大 他護照 他的英文名字 他的護照的引印本 有沒有 我們沒有問他的護照 沒有 沒有問他 所以從來都不知道 他運訊的是用他的 用他的國籍 用他的身份證的 所以我們登記上是他的身份證的 這個號碼 那個次長 這個我就叫次長 第一個 發布通緝 結果是通緝都是通緝假的 刑事警察局這種重大的案件 本來刑事警察局就是要根據 你們通報的內容 必須勘爭追查記的專刊 或者是相關刑案的一個通報 第二個調查局 他的這個 逃犯線上查詢系統 也查不到張高平 第三個 移民署也沒有針對 當時這個重大的個案 特別的 要求 這個我們相關的禁管單位 能夠加以這個注意 這三道關卡 全部私房 所以張高平就跑掉了 那我現在請教 這一個副局長 那張高平現在到底是什麼出去 你搞清楚了沒有 張高平什麼樣的出去狀況 我們不清楚 你不清楚 那什麼時候出去你知道嗎 不清楚 不清楚啊 那段一康委員隨便跟你講個時間 說2006年7月 七月段一康隨便講七月 那你們就急忙出來解釋啊 說那個時候他已經離開高雄市廖處處長 那是局長 那不是張高平 他當時是處長 他當時是處長 公關室出來講說那個時候 他已經到設計委員會擔任委員 對不對 這個案件從頭到頭 那誰跟你誰跟你 你怎麼知道張高平是2006年7月啊 不知道 不知道啊對不對 那你怎麼解釋說 因為那個時候他已經 按照段委員的那個記者會 你們說2006年7月 那段立堂委員可能講錯啊 他是釣魚故意要釣你們時間啊 釣你們出來就吉馬博了 我們是不不曉得 但是我們就基於 那我問你啦 假如他是高雄市廖處的處長 的時間 他潛逃出去是2006年6月22號 他擔任設計委員會之前他就跑啦 那你們怎麼解釋 那也沒有絕對的關係 也沒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啊 這調查局就忙著要擦屁股 事情的真相都還搞不清楚 因為這個案子從頭到尾 我們局長張先生沒有接觸 也沒有權限 好啦那我再問你啦 91年 當時台北市廖處在調查的時候 劉冠軍案 在調查的時候 張濟平 擔任什麼職務 91年的時候 他擔任什麼職務 91年 在第一處當處長 第一處的處長 第一處的處長 之前他擔任什麼職務 第一處處長以前是這個洗錢房治中心的副處長 他幾年幾月到幾年幾月 擔任洗錢房治中心副主任 89年1月到91年3月 91年3月這個案子是什麼時候開始調查 這個案子是我們立案調查是92年11月11號 92年11月11號 那國內第一處是管什麼 國內第一處是國內狀況的狀況調查 對啊 這個不是辦案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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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相關調查局的 當時的第一處的一個處長 但是這個案件是11月11號才辦 11月11號才辦 議案政長 製長 來請製長 當時 這個案子 在辦案的時候 他是擔任國內第一處的調查局的處長 那 你說他當時在擔任第一處處長的時候 這個案子就已經在整辦 他在局本部裡面 這個整個案子 當時整個台灣的一個社會 風風雨雨 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劉冠軍的這個案啊 在偵辦 這個大家幾乎無人不知 無人不曉的一個重案 結果第一 當時 他在擔任處長的時候沒有立意回避 他理應要 馬上跟長官報告說 相關的這個他的包地 涉及到什麼樣一個案件 理應要回避 沒有回避 第二 他在擔任高雄市市調處的處長的時候 或者是說 當時在擔任設計委員會委員的時候 他也應該有第二次的機會 向我們這個保護部 或者是我們調查局局本部 來通報 他的弟弟到底是誰 他涉及到什麼樣一個案件 他也應該要很清楚的跟長官來做說明 結果都沒有 那個市長 張高平 是軍群局的這個當時的副處長 軍群局的副處長要出國 是受禁管三年的規定 他要去做什麼他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調查局 法務部都知道說 張高平 他到底 這個 他的整個出入境的一個狀況 理應當時在承辦案件的時候 就應該限制他出境 不應該讓他離境 對不對 不是應該這樣嗎 有沒有限制離境 有沒有限制當時他的一個出境 有沒有 報告委員 在案件偵辦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九十三年的二月十三號 韓告入出境 這個那時候當初的內政部的 盡管盡管局 我們是要他進來以後 這個入境告知 然後在九十四年十二十七號 他他十二月二十五號進來 我們十二月二十七號去約談 約談他的時候 到了九十三月九號又約談第二次 在約談第一次的時候 九十四年十二二十七號約談的時候 請檢察官復訊的時候 檢察官就同日對張元 限制出境 就限制出境處分 那個這個 副局長我再問你 你假如要講細節 你怎麼知道他有加拿大護照 你知道他住加拿大嗎 你怎麼知道他有加拿大護照 誰告訴你說他有加拿大護照 我們是這個在約談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曉得的 對啊 那你既然知道他有加拿大的一個護照 那你知道加拿大護照的名字嗎 我們不曉得 我們當初他他應訊的時候是拿中 所以當時限制出境的時候 有沒有針對加拿大護照這個部分 加以限制 限制出境不是我們的權責 那個移民署知不知道 你那時候知道嗎 限制出境是檢察官或法官 但是我們每次資料就是看到一個名字 就這樣 那名字有沒有加拿大護照 我當時看到的是有 看到的是有 當時是有加拿大護照 最近的類估 最近嗎 最近才知道嗎 你是最近才知道嗎 對不對 當時不知道嗎 好 那個副局長 我最後再問你了 那他怎麼出去的 不曉得他是怎麼出去的 他不曉得怎麼出去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 他這個出境 是我們看了這個段委員說他是潛逃 但是我們在整個偵辦的過程裡面 他沒有潛逃的狀況 你們在對外說明 就說他有加拿大護照 為什麼 就要用常識來判斷 為什麼要張濟平來接濟 你們新港公共關係室 是這樣對外說明 說因為他有加拿大護照 按常識判斷就不用張濟平來接濟 這個是哪門子的一個常識 公共事務室的這個說明 我不清楚 但是張濟平張先生 這段期間裡面 他從事的工作跟本官完全無關 在我們局裡面偵辦案件 我們內控的機制非常嚴的 我們偵查不公開 你還在講你們內控機制很嚴 市長 來來來 那個副局長 我問你 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軍情局 進入軍情局服務 不用身家調查 蛤 不用身家調查 他內規內規的狀況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調查局要不要啊 我們 調查局要不要啊 我們擔任工作要做 要做內部的查核 你們要內部查核 要不要啦 我問你要不要嘛 你調查局的人事資料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張高平 你告訴我就好啦 有沒有啊 我沒有看到那個人事的資料 你沒有看到 有沒有嘛 不是你有沒有看到嘛 所以都是當事人登記的 你有沒有填寫 好好好 你有沒有填寫你的 爸爸哥哥弟弟妹妹誰 有有填寫 有嘛對不對 所以張濟平的人事資料裡面 有沒有填寫張高平 應該有填寫 應該有 軍情局的資料裡面 也要填寫他的 所有的家人的一個資料嘛 所以你說你不知道 張高平的哥哥 叫張濟平 這個是漫天扯謊 你到現在還在 不是不是 我們不會去去去 注意別人的那個兄弟姐妹 怎麼會不會注意別人 除非案子 通緝棒的頭照的時候 當然啦 現在是我們要追記的話 當然我們要 我們要 你們現在在追記 通緝發布的時候 你就要知道他的家人 到底是誰啊 跟委員報告 通緝書真的沒有送到本區 我們我們在通緝書是 你不要這個啊 你不要這個啊 這個我這次長 來來來 真的看人家真的 就覺得說檢調跟警 有關自然大陸 真的是丟人現眼 你發布通緝 他的家人相關 有可能協助的人 這個本來就是要去監控 本來都這個 這慣例常常就是這樣做啊 不是嗎 過去慣例就是這樣啊 郎照現在調查局跟你講說 這個他不知道他發布通緝 對不對 那警政署查期專刊 也沒有他的名字 也不知道這個人跑去哪裡 這這幾年來啊 張高平就逍遙法敗嘛 這個是我們法律於五五嘛 所以你現在這找不到人啊 對不對 什麼時候 要發布通緝 這個相關的資料 法律部 這個什麼時候要上網 我們現在馬上會上網 好 刑事警察局呢 什麼時候上網 跟委員報 跟委員報就是說 我們發布要案的這個查詢狀刊 是我們警察機關本身偵辦的案件 還有一個刑事追擊啦 還有一個刑事追擊啦 不是只有要案專刊啦 還有一個刑事追擊啦 裡面也有名字啦 這個 這個 這個到現在都搞不清楚 這個讓人家看笑話 對不對 這個 市長這個怎麼處理 要不要組專案小組 這個 要不要 來 我想這個通緝犯 沒有必要組專案小組 那這個怎麼辦啊 就這樣刷刷去 不用調查 不是 這個我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已經把這個 段委員的這個新聞稿 他有舉辦 有舉行一次記者會嘛 我們把新聞稿已經 張紀平署長 局長 涉及包庇 這個部分要不要釐清 我們已經請抬高檢署去調查了 是組專案小組還是怎麼樣 請他再調查 所以他們 我們檢察機關辦理刑事案件 他有一定的程序吧 他一定會去依照法律的規定 那現在是檢報他案分報 分案處理還是怎麼樣 你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講清楚啊 我們根據段委員這個的新聞稿 我們發給抬高檢署來調查 調查局長涉案不用特徵組啊 調查局長不是 不用嘛 不是屬於 不用啊 不是屬於 部長以上層級的 好 這個我要求 我們保護部 這個案子啊 必須是能夠徹查的水落實出 是 有 那就嚴加辦理 你沒有 那你還張局長一個公道啊 是 對不對 你還在辦花花 從他擔任洗錢房子中心副主任 第一處的這個處長 到高雄四肢調出的一個處長 張 張局長假如要幫他 他 下手的機會其實很多啦 坦白講是這樣 所以這個要好好地查 到目前為止 法務部的辦理的這種方式啊 這讓人家失望 刑事警察局 移民署 調查局 到現在有關張高平的行蹤的掌握 或者是當時怎麼逃離出境 甚至跟 我們最擔心的跟中國公安部那邊的一個接觸的一個狀況啊 這個部分我們都希望能夠一併徹查好不好 我們會根據這個 今天那個段委員所提出來的新聞稿的內容群 檢察機關已經在查當中 查證當中 好 謝謝委員